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8月18日的俄乌战报速递 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感谢《冷眼看世界》连续几天支持雷哥频道的动兵已冲 QI长期支持难民的老杨杨宇科乌黄5288这几位网友给雷哥频道打赏 非常的感谢 还有感谢过去和现在给雷哥打赏的好朋友 谢谢您对难民和雷哥的大力的支持 在这里雷哥祝您事业顺利 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和家团聚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俄乌军事冲突第175天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首先是来自俄方的战损数据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截止到当地时间8月17日 俄军共计损失 士兵44100名 比昨天增加了200名 直升机196架 比昨天增加了一架 坦克1886辆 比昨天增加了6辆 步兵装甲车 4162辆 比昨天增加了10辆 远程火炮993门 比昨天增加了4门 军用汽车3054辆 比昨天增加了5辆 无人机792架 比昨天增加了2架 那么非常抱歉雷哥今天没有在俄罗斯找到乌方的战损 作战简报也没有发布 我们节目继续向下进行 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 本周三 乌克兰国防部长雷斯尼科夫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 乌克兰目前不可能像俄罗斯占领顿巴斯那样冻结战争 但有可能减少敌对行动 雷斯尼科夫对媒体表示 他不认为冻结战争这个选项能在乌克兰实施 但减少敌对活动的可能是有的 这取决于季节 现代战争是资源战争 目前俄乌双方都面临着资源枯竭 双方也都需要时间来回血 国防部长指出 根据目前所得到的情报显示 俄罗斯军队大概已经失去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战斗力 特别是俄罗斯人失去了30%的精英部队 例如散兵、海军陆战队、特种兵 以及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的军官和中士 而恢复这些有生资源需要大约15年的时间 根据乌克兰记录到的俄军战机和直升机的数量推测 俄罗斯已经失去了约1000名不同级别的飞行员 这意味着能够在夜间飞行 并执行某些特殊任务的精英飞行员都已经阵亡 而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的有生力量 从军事冲突的角度上来看 局势降温是有可能的 但不认为这是一场所谓的冲突冻结 因为这不是冲突 这是一场战争 一场为生存而战的战争 乌克兰军队会尽最大的努力 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 乌克兰人是为了生存而战 记者随后问道 乌克兰是否会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 雷兹尼科夫回答是否定的 他说乌克兰承诺不会在俄罗斯领土上 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但是乌克兰的盟友没有限制 对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上的 俄罗斯军事设施进行打击 雷兹尼科夫最后强调 乌克兰和美国已经达成了协议 不会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 但今天我们谈论的是被占领的克里米亚 因此我们没有这样的限制 再来看第二条消息 近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泽连斯基顾问波多里亚克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是合法的军事攻击目标 波多里亚克在接受采访时说 乌克兰政府认为 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大陆的 克里米亚大桥没有存在的意义 因为那是一座非法建筑物 这座大桥是为俄罗斯军队提供补给的 主要通道 这座大桥必须被摧毁 波多里亚克暗示 在未来两到三个月内 世界会看到更多的克里米亚爆炸事件 当然俄罗斯国防部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俄罗斯人预测未来两到三个月 克里米亚的局势会变得非常紧张 波多里亚克指出 乌克兰目前需要额外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因为乌克兰的反攻和俄罗斯所谓的反攻完全不同 俄罗斯的战术是提倡大规模行动 就像一个巨大的拳头 必须只向一个方向移动 而乌克兰早就抛弃了上世纪60年代的战术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欧洲真理报在周三的简报会上宣布 拉脱维亚民众再次在一天之内 为乌克兰军方募集到了30万欧元的资金 拉脱维亚音乐家拉尔夫斯·艾兰也是筹款发起人之一 据他介绍 当民众知道大家在为乌克兰募集资金购买土耳其无人机后 都纷纷慷慨解囊 不到24小时募集到的资金就已经超过30万欧元 艾兰指出 这一项倡议是在他与乌克兰驻拉脱维亚大使 和乌克兰其他官员沟通后开始实施的 艾兰问乌克兰大使 要如何才能帮助乌克兰 大使和官员说 帮助乌克兰最好的方法 就是为乌克兰购买土耳其生产的军用无人机 大家也讨论了购买其他类型的武器 但官员们向他解释 以慈善募集到的资金很难购买其他武器 购买土耳其无人机是最快速和最切合实际的方法 据艾兰介绍 他将会把募集到的资金全部转交给拉脱维亚国防部 然后授权国防部使用此项资金 购买土耳其生产的军用无人机 然后再将其转交给乌克兰政府 今年5月25日 立陶宛的一名记者发起了一项 为乌克兰募集资金购买土耳其无人机的活动 三天的时间就为乌克兰军方募集到了购买无人机的资金 土耳其军用无人机制造商 被立陶宛人的团结而感动 决定免费送给乌克兰这架募集到的无人机 收到的捐款将用于帮助乌克兰难民使用 在此之后 挪威波兰加拿大也都举行了相同的募捐活动 再来看第四条消息 在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近日接连发生爆炸 俄罗斯国营媒体俄罗斯新闻社17日报道 总部设立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 海军上将奥西波夫已经被撤换 如果此消息被证实 这将是俄乌战争六个月以来 俄罗斯撤换的最重要的一名军官 有媒体17日报道 新任黑海舰队司令为索克罗夫 已经在舰队总部所在地赛凡堡 与军事委员会正式见面 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 俄罗斯正在进行军事行动之际 不公开发布舰队新任司令调换的事情很正常 资料显示 49岁的奥西波夫自2019年5月起 担任黑海舰队司令 接替者索克罗夫今年60岁 在80到90年代有着丰富的指挥扫雷舰经验 之后 历任太平洋北方舰队多项职务 最高职务是北方舰队副司令 之后出任俄罗斯库兹涅佐夫海军学院院长 在俄罗斯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黑海舰队 代表俄罗斯海军的光荣 但在这次俄乌战争中表现却差强人意 包括4月被乌克兰击沉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上周临近舰队总部的克里米亚西南部萨奇空军基地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损失多架战斗机 紧接着16日 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又发生弹药库爆炸 俄罗斯宣称是被人破坏 虽然离战胜俄罗斯来说 乌克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克里米亚被莫斯科认为是一处安全的后方军事要塞 可接连遭到攻击 也给俄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以上种种战果对于乌克兰来说不仅提升了部队士气 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场重大胜利 再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当地时间8月17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了晚间例行讲话 据泽连斯基透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于17日到达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已经准备好适当控制战斗节奏 以确保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 可以被迅速且安全地送往扎布罗热核电厂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提到 乌克兰的外交官和相关科技人员 一直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着联系 现在他们已经到达乌克兰 并很快将把这些相关人员送到扎布罗热核电厂 泽连斯基强调 只有核电厂以及周边的局势保持可控和透明 才能保证乌克兰和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必须要撤出核电厂 并从核电厂内把那些危险的军事武器弹药全部清除 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发生核风险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关于双方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俄乌双方的实时战报 俄乌军事冲突第175天以下消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在哈尔科夫方向 俄军地面部队在莱布亚市巴扎利夫卡两个地区的突击行动 军已失败告终 随后俄军撤退 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俄军地面部队计划向新梅特里夫卡 马扎尼夫卡两个方向进行推进 但遭到乌军顽强抵抗 俄军计划失败后撤退 在克拉玛托尔斯克方向 俄军在善维斯勒地区的进攻已失败告终 随后撤回到了原来的阵地 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地面部队在比罗格里夫卡 索莱达尔 巴赫木兹克 科德马 扎尼采夫 马约尔斯克六个方向的进攻 均已失败告终 俄军被迫撤退 在阿富迪夫卡方向 俄地面部队在奥佩特尼的突击行动 取得了部分成功 在扎布罗热方向 俄军炮兵队 两军军事接触线上的乌军阵地 进行了炮击 此外 俄地面部队在 舍普秦科方向的进攻 也已失败告终 俄军随即撤退 但在新米哈伊夫卡方向的进攻 取得了部分成功 在南部战区 俄炮兵队 两军军事接触线 进行了炮击 并重新集结力量 阻止乌军继续向前推进 俄空军在 比罗格基夫卡 罗佐沃 比拉 波克罗夫斯基地区 进行了空袭 此外 俄军地面部队在 比德罗夫斯克的进攻 遭到乌军强烈反击 俄军随后撤退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雷哥为您分享的所有的信息 那么喜欢雷哥频道的好朋友 还可以点赞关注加转发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战场上的实时战报 在这里雷哥感谢您 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还是希望您能够照顾好您自己和您的家人 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